小熊都拉,讲故事 森林着火了 清晨,小花猪伸着懒腰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天边一片通红 小花猪兴奋地大喊 哇,好大一片火烧云 什么,火烧云?大火烧着了云彩 地下的小燕鼠听到这话 吓得赶快收拾东西逃命 在路上,小燕鼠又告诉了正在摘果子的小刺猬 不好了,森林着大火了 都烧到云彩了,快跑吧 小刺猬告诉了正在拔萝卜的小兔子 小兔子又去告诉了正在洗澡的小浣熊 小浣熊马上打电话给消防队的向伯伯 向伯伯接到电话 立刻集合消防队员们准备救火 可是,火在哪儿呢? 向伯伯问大伙 小浣熊说,他没看到 是小兔子说的 小兔子说是听小刺猬说的 小刺猬说是听小燕鼠说的 小燕鼠说 我早上听小花猪说的 大家急忙找到小花猪 问到底哪儿着火了 小花猪挠挠头 找我?我没收过着火啊 小燕鼠急忙说 可是,我早上明明听见你说 火烧云 什么?大家一起叫 原来是火烧云啊 小刺猬说 小燕鼠,你真是乱传话 害得我今天的果子还没摘呢 小兔子说 哼,我的萝卜还在地里埋着呢 大家开始埋怨小燕鼠 小燕鼠觉得好委屈 那火烧云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大象伯伯对大家说 好了,小燕鼠生活在地下 难怪没见过火烧云 然后,大象伯伯又对小燕鼠说 火烧云啊 是被阳光染红的云彩 不是火 哦,你看 小燕鼠顺着象伯伯指的方向望去 这时已是傍晚 天边又出现了一片火红的云彩 大家一起坐在草地上 看着红通通的晚霞 小燕鼠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美景呢 小朋友,你们有没有见过 美丽的火烧云啊 下次见到了 可千万要知道 那是太阳的颜色 染红了云彩导致的 知道了吗 知道了吗 谢谢观看